大家咨询最多的问题,也是我问大家最多的问题 大家问我说果袋多少钱一个,就是多少钱一个果袋 我第一回答并不是价格 我先问大家,咱们家桃子是什么样的桃子 是黄桃,还是茅桃,是油桃,还是攀桃 是大果形的,还是小果形的 具体什么时间成熟 是不是容易发生果袖,容易发生裂果 我都要把这些事问详细了 然后我再去给大家推荐这个果袋 一般情况下,半斤六两到七两的桃子呢 选择的是15,18的果袋 七八两到一斤的,甚至一斤半的选择的果袋 然后是16,19的 攀桃,一般选择的果袋就是16,18的 对于攀桃,半斤六两,七八两,甚至一斤都可以装得下 如果你们家的攀桃呢,是半斤一下的 刚才也说了,咱们选择这个15,16的或15,18的都可以 刚才分享的是对于桃子果个来选择咱们果袋的规格 对于一些水蜜桃来说呢 不选择这种遮光性的果袋 它是直接在果袋里面上色,是棉解袋的 有些水蜜桃呢,是不需要解袋上色的 然后在果袋里面是直接上色,棉解袋的 这种呢,咱们就选择这种白果袋 或者还有一种绿果袋 这种绿果袋呢,今天我们做些测试 看看对于这个鸟害能不能减少 因为绿色和咱们树叶的颜色相仿 测试一下会不会影响鸟的视觉 所以这个绿色的果袋呢 今年咱们还不推出呢 对于树上咱们做了测试 看看这个比例,数据怎么样 所以今年还是给大家推出一种白色的 然后单层的或双层的 大家呢,一些水蜜桃是可以选用这种的 虽然它是一层白纸 大家听也能听得出来 它的清脆的声音也是表层图辣的 防水性特别好 对于遮光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果子 咱们可以选择这种外层图辣 高遮光复合纸 大家可以看看 果袋收到以后 看一下它的密度 对对射阳光 对射这个灯光都可以的 咱们看一下它的密度怎么样 果袋的密度能影响到果子吗 我用的密度不好的 它也是黄色的 然后我用的这个密度好的 它也是黄色的 它也没跑光 它都是黄色的果子 这个就不一样了 有一些客商人家收购的桃子 同一个品种 别人家的是金黄色的 咱们家的是白黄色的 这就有差异了 可能会被客商误以为不是这个品种 像苹果金盘 它的果子成熟以后 它就是这种白黄色的 还有杏力香油桃 成熟以后它也是白黄色的 那咱们那个油桃呢 夏天咱们也看到了 是金黄色的 风雨天后也是金黄色的盘桃 一个是在果袋选择中呢 它有很大的关键 果袋的遮光性 如果差了 可能会出现泛红 就是粉色 果袋的遮光性过强了 然后咱们弄双层的 我里边再弄一层黑纸 外面就弄这个复合纸 可以吗 不可以 遮光度太强了以后 导致咱们果子变成白黄色 也是不好的 白黄色呢 对于市场来说呢 它这个颜色不如金黄色的好卖 所以在遮光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它得有个度 并不是越厚了 我双层的遮光性过了 也是不行的 有些桃子容易反色 像这个小果子的时候 就是咱们那个攀桃 在处于小果的时候 是紫色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等长成熟以后呢 大部分的都会出现一些反色 毛攀桃呢 大多数的毛攀桃 都会出现轻微或重度的反色 所以在果袋选择中呢 这个质量 遮光性 和它反色不反色 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大家再问我 果袋多少钱的时候 你先别问我多少钱 咱们都是批发价格 厂家指销 不要 不要纤维价格 你先告诉我 咱们家桃子 是什么桃子 咱们需要用什么果袋 我会给大家推荐 最合适的果袋 来让大家使用 好 咱们 回答 事情 你再说 好 咱们 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